5點鐘啦 立即放下你手上的工作 和他們一起遊歷澳洲啦 澳洲情懷 今集有 思華 還有 Julie 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 我是思華 我們澳洲情懷 今天又和大家見面 是 大家好我是Julie Melvin 沒錯啦 今天 Chris 因為做了200集 要休息一休 他沒有空 我們今天的節目 會在24日播出的 今天就是我們兩個女將 希望各位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我們馬上馬上開始 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每次都多話說到暈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就想Julie說一下 因為我們澳洲 現在是和全世界的發達文明國家 一樣都是 屋方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但是我們的總理 Anthony Albanese 我們叫Albo 就發覺他在這個 人人都沒有屋子住的地方 的時候 居然和美婚妻 買了幾百萬的大屋 那個個現在其實 不是美儀 不如Julie 我們講一下這件新聞 好嗎 其實買屋真的開心 我也替他開心 看進去 嘩 那間四百多萬 四百三十萬的豪宅 在Central Coast 看著碧南的海天 還好像看到雪梨 雪梨 是啊 所以呢 嘩 都替他開心 唉 不過好壞不壞 我覺得買屋時間 就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差 在供應屋 買了屋 那些又新 那些利息又高 高處又未算高 那樣 變了個個個都有響響聲 對於住屋 是吧 那另外還有那一會兒 我還可以說的 那些 那些 就是露宿者 或者現在去到 要 Elegal Camping 我們一會兒會說 那樣 搞到 真的要睡街 原來有很多澳洲人 想都沒有想過 我們想著 三十年前我們來到澳洲 我們說 哇 真是滿地黃金 就是滿地都是 屋多得不得了的 任由我來選擇的 是吧 哪有想過有一天 澳洲人是沒有屋住的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哇 那他真的很好 很甜蜜的 跟未婚妻一起買一間 就是在海邊買一間豪宅 那他說 哎呀不是 我呢 其實我也很清楚 現在澳洲人的股房 我媽媽已經在六十幾年來 她都住在廉宗屋的 我最清楚 不過我很幸運 那我未婚妻 因為她習慣 她本身是一個 豪宅屋 即是說她是一個 海 即是住在 海邊的人 海邊的人 住在海邊 她是一家三 不是她們家族 三代都住在海邊的 所以呢 她在那裡長大 所以我就買一間屋 跟她在結婚的時候用 哇 真的很甜蜜 真的很甜蜜 但是你不可以在這個時候 說這樣的事情 沒錯 人家越沒有屋住 你越甜蜜 越黑人爭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凡是總理 現在那些運損的領袖 都是出氣袋來的 小小東西都 媽媽來的了 何況你現在人家 在屋坊的時候 你買一間四百多萬 也都很坦白說 四百多萬 其實連雪梨的 好一點的屋都買不到 其實就去了 Central Coast 我們叫中海岸 其實距離我們雪梨 開車都是一個多小時 那裡四百多萬的屋 都不算是豪宅 其實很多海邊的屋 現在開始其實 都是超過四百萬 那間其實都不錯 不過你看一下屋裡面 其實都相當 可以說簡潑的 說真的 我們這班打工仔 我們就是住在 我們其實現在住的 都是兩百萬的屋 就是我們這班 有所謂兩袖清風 我們都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間屋 不是都整個 在澳洲來講 都整個二百萬 那樣的 是不是 所以變成 他們賣四百萬 真的我不覺得出奇 好老實說 如果你都住二三百萬 我現在舊屋那裡 那間全都二百幾三百萬 那總理住四百幾萬 怎麼算很貴 是啊 是啊 我以前在雪梨住的那間屋 現在都三百幾萬 沒錯 所以 他根本都住不起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 我就覺得 對他有多厭 是 沒錯 不過呢 因為鬼叫 更多 租不到屋 買不起屋的人 是不是 在那兒慎 這個時候 哎 沒辦法 你這麼甜蜜 哎 人家那頭是那一遍 接下來婚禮 你這裏就結婚 那你不要眼睛 在人家面前說 你多甜蜜 再加上他是總理 你是有責任去幫那些人民的嘛 他們現在個個水深火熱 是不是 你還在這裏 怎麼甜蜜 這樣 這件事都沒辦法同情他了 雖然我也覺得 那些私人的買房子 或者結婚 我覺得每一個 就算是靜下他都是人 他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 不過這麼高調 又被人知道了 是吧 已經搞了出來 已經非常低調 不過那些傳媒是爪著不放 這個你都知道 凡是民選領袖都是這樣的 變了我就覺得 其實人家買幾百萬的房子 根本不應該是 就是滿個那個平台那些網民 整個都是宣議 反而我就想說一件事 就是有關他買房子 當然反對黨領袖都說 你這個時候買房子 不是正確的時間 其實我心想 人家快要結婚 買房子 你想什麼時候買呢 但反而我想說一件事 現在又有這個反對黨 或者一些人 揭發出來原來他在自己 買房子的附近 就改變了一條公路 那這條公路叫做Evoca Drive 是連接著我們的最大的一條 叫做一號公路 叫做Evoca Drive 那這條公路 那這條公路 那這條Evoca Drive 已經是準備升級 而政府也批了三百萬 到了去年 2023年的二月 再加批七千萬 就是說這條公路呢 就是將會在2025年建造的呢 就是會有用一億的澳幣去升級 我不是說一億的澳幣 升級多還是少 因為澳洲的基建是非常之貴 但是就有節目主持人在Sky News的 叫做Surri Markson 就質疑 是不是因為你升級自己的路呢 而是一億自己的房產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慶幸我們有傳媒 那個牛仔眼看著他 那所以Albert當然說 沒有不關我的事 我不知道的 我沒有這樣的 這條路一早要升級的 那這個總理府的發言人 也都說沒有這樣的事 總理是沒有參與這件事的 而且這條路呢 是一早就說要升級的了 那現在呢 我自己就認為買屋呢 就很順理成章 也都不是什麼豪宅 第二呢 反而這條公路 如果是直達他的家 或者是相當近他的家 而他整完這條路之後呢 他那間房子就 價錢三級跳的 那時候呢 就真的應該是追究的 那你說的又對 因為呢 原來他現在這間房子呢 原業主 就是現在賣給他 賣給他的業主 他是2021年 2021年呢 他以465萬買 但是現在呢 三年之後 怎麼只465萬呢 起碼500萬 對不對 但是現在他是用430萬 是虧讓給他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對每一件事呢 都應該是更清晰地 就是用放大鏡去看我們的政要的 我們就拋了這個話題出來 那各位有興趣 對澳洲的總理 買屋有興趣的人士呢 可以跟隨這個問題 那順著這條題呢 我又想問一下Julie 那剛才我們呢 就說了 總理在這個 這樣的人人都覺得 屋方的情形之下呢 他又買一間比較好的屋呢 那反而又另一個的 真是沒有屋住的 但是全國的人民呢 就是好像很慘那樣 就要非法露營 那不如你又說說這個問題 好嗎 啊真的 真的 那就可以這個天空對比了 原來非法露營 已經成為全國的一個普遍問題 那呢 尤其是因為有旅遊業 繁榮 那你就知道Airbnb 很多房子都做了Airbnb 那就減少了很多長期出租的房屋 那另外呢 因為呢 旅遊業呢 也都湧了進來 在每一個地區呢 都充斥著那些旅遊巴 啊 車啊 那變了呢 很多人都越來越討厭 那就對於Council 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沉重的負擔 那所以現在這些Council 沒有辦法了 那就是要打擊那些非法刑區 那當然呢 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他們不同的 採取不同的態度做法 那在昆州 Logan這個地方 Logan我都很熟悉的 因為我經常都會下去的 那那裡呢 那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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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共浴室啦 廁所啊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在那裡搭營 那裡住 那裡住 因為有公共浴室 那裡有廁所 那變成了 那變成了 那Logan那些居民不行的 有沒有搞錯 那樣 這麼多 那些帳幕在那裡 真的用到公共浴室的 那些不敢用啦 其實你不能用的啦 如果他們擺佔了那些人 那些人呢 如果你三年口走 那他用的 他會趕你走的 很恐怖到 所以呢 那 Parmauv 那帳幕沒有辦法了 那 thanks Also 那些人 那些 那裡搭營那些人呢 然後你想想 你那裡搭營那個人呢 你想期趕他們 住下來 就真是慘啦 然後那些人就在那裡 говорить дальше那個人在那裡大聲疾呼 地這麼說 你们掏匡我們 那maya 我們怎麼辦呢 你趕我們 faults 那裡 Research 那個etaan 但是有 abus 其實我們不是只這種祥辯 他們lier 我們呢 提供了 some outta 提供了很多 那些 那些 幫助他們找房子 甚至你知政府 Santa Link 也有支付給他們 但他們都不肯走 就訪問那些無家可歸的人 他們有安排過我們住的臨時房屋 或者叫我們找其他房子幫助我們 但我們不習慣 因為我和丈夫習慣在這裏 又不用錢 有自由 我們不喜歡去其他地方住 沒錯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說 不關人家的街頭 真是很慘 老老實實 如果你反過來想 你是那些居民是多慘情 無緣無故有一堆這樣的力人來 而通常的旅行地點當然是 鳥花香 山明水秀 你就霸佔在這裏 一定是骯髒骯髒 不是騙你 凡是一些 真是慘 這些人 又不是公眾地方 他不一定會這麼注意這個功德 於是你就真是死了 第一 你好像社區有個縫隙 第二 監察要來叫他們走 也好像不合人道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現在你凡是動了弱勢 他會惡過你 無論是偷 搶那些 強姦犯都叫自己做弱勢 他就麻煩 於是其實這個情形 沒有道理可以說的 除了是你用強橫的手段之外 還有你剛才說得對 我不相信他真的完全沒有屋住 就算真的 其實我都說了 我長期在石禮署做事 他們是有一些叫租金津貼 有這樣的情形 當然不偉然 當然有些人是特別不幸的 但是你這些這樣的人 全國都是 我相信大部分人 你是很勤力地去做事 你會租到一間房仔 不過那些房仔又要水 又要電又要煤 現在你全部是公家 而且你弄髒了 你自己走去第二個公園 這樣又可以繼續睡 原來他們說是自由生活 他們喜歡在這裏 唉我明白 這些自由就是干擾別人的自由 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 應該是要同情的 而是政府的政策 你想想怎樣 如果你的州政府不做的話 那是沒得做的 或者你本地的政策不做 是沒得做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 再是這樣的話 全國一塊有一塊的倉 最後可能好像美國那樣 有某些州 直接不能進去的 你都想走 但是我們不希望澳洲成為一個這樣的地方 社區是要我們來保護的 暫時就沒有像溫哥華 溫哥華在唐人街那裏整條 被那些drug 那些白粉腦都睡在那裏 為此你之行始於捉一下 從這個爛瘡開始 慢慢就可能成為一些很惡劣的社區 怎麼會沒有這樣的情形 不過我告訴你 原來非法露營的數量 你知道全國 現在我登登登登 我就走上去找了一些資料 全國 你知道是哪個州最多 是我們維州 維州是2936份報告 接著是你們新州 接著是你們 你們就2000 2048 崑州只是1610 崑州是等於我們的一半 那不是你要看人口比例 和繁殖的程度 通常越繁殖 那些租越貴 很明顯的 是啊 所以都不是 崑州都不算是最多 但是不是 如果好像現在有這些 但是我好像沒什麼聽見 那些人在那裡吵 起碼都叫做相安無事 其實有時候去一些地方 我都看到很多人在那裏露營 仍然是很平衡和很優美 還有澳洲的確真的大的 好老實講 真的不覺得 真的不覺得 你香港這樣就真的會死的 那我們接著就講第二個話題 講完那些最窮的人 不如我們講那些最富貴的人 好嗎 最喜歡 最富貴 最有權力 最有權勢的人 其實這些最富貴 最有權力 最有權勢的人 一走出來都是一路被人罵的 所以這個世界 我都說弱勢的人 是大了 和學了 左加社會才是 不是在民主自由文明社會才是 不然那些 剁了你 極權社會 哪裏有你出聲的 是的 澳洲就有 最近是星光泣泣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個皇帝 真的傾就來了 不是做戲的皇帝 傾 澳洲就是在最近 就有查理三世 和她的太太皇后 Kamela就來了 是在10月18日 就來了澳洲 他們就會來澳洲 訪問9天 其實這次主要訪問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太平洋島國 有一個叫做 沙摩沙摩亞 就是開一個 英聯邦首腦的會議 這個英聯邦首腦的會議 其實也是一樣 當然是講那些 南太平洋島國 就是講環保 那麼查理斯國王 也都會在 這個首腦會議上 就是有演講的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查理三世 就再來訪問這個澳洲 為什麼說再來呢 因為查理三世 真的很喜歡澳洲 你知道他來了澳洲幾多次嗎 我想起碼兩三次吧 是不是 不是 他從小到現在 加上這次是17次 我記得他跟Diana來過 他跟Diana來過 1983年的時候 1983年的時候 就跟Diana來過 King Charles是17節 這次是第17節 在1966年的時候 他更誇張 他在我們的Gelong 那個一個 Grammar School那裡 讀了一個學期的書 在這裡讀 讀 小時候 為省我們這裡住 是嗎 是啊 是啊 他很喜歡澳洲的 他真的 所以 他是一個 有史以來第一次 有皇帝 即是國王來到澳洲 其實喬治六世 曾經來過澳洲 不過他來澳洲的時候 還不是皇帝 他當時只不過是太子 所以 但是後來他上來的時候 因為健康理由 就來不了 這些全部都是 時爺命爺 查理三世 是我們澳洲的第一次 來的英國的皇帝 而這次他就是 他的太太一起來 還有呢 他來會是9天 就會有36項的活動 查理Charles已經今年75歲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個老人家 10歲 9天之內要36項活動 平均每人幾項活動 其實會很累的 真的 還有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 現在經常都是 我最怕坐飛機了 已經 他呀 他在英國飛過來這裡 二十個鐘頭 二十幾個鐘頭 真是很慘啊 兩公婆 是不是 飛成二十個鐘頭 好辛苦啊 其實 他也是癌症的患者 他還要完全完全回復 所以 他還在吃藥 沒錯 那我自己覺得 真的身體不好 你都真的不要做皇帝 不然會加速死亡 那他太老早了 大哥應該是四十多歲 前都要做的 那他沒辦法 英女王的老爸都很早死 因為一做皇帝 壓力太大 所以 其實這個職位 最好不要做 所以呢 這次查理三世來到 澳洲其實 絕對沒有盛大的歡迎 絕對沒有 雖然沒有給這個冷面恐懼 但是事實上 所有的州長 我們有六個州 兩個領地 六個州長 全部拒絕出席有關 首先 也肯本來有些職位 您覺得 什麼時候 改變 也就是 一些壞 你呢 這次 搞得 你呢 我現在這次 不可以 買賓 這個 你看賓 他 說 你會買賓 你會買賓 好像比她的,如果查你75、76,她都77、78了,她好像差兩年了 時間又差很多,不如我們在一個環節我再繼續說 我們好,跟著再說,我們有些時間,今次比較多 沒錯,待會再見